记者邱志柔屏东报道,年底选战逼近,民进党提名的台南市长参选人立委黄伟哲,今天南下拜会屏东县长潘孟安,潘孟安特别准备了一双球鞋给黄伟哲,免立黄市长秦袍基层,黄伟哲则准备台南特产及一个便当铁盒,象征一起打盘的情谊。 黄伟哲说,他和潘县长两人都是52年次,又在2005年时一起建立法院,第一天在立院认识时就觉得对方特别亲切,屏东与台南都是农业大县,尤其屏东作为农业首都,在许多农产行销,农业产业都可以透过区域共同治理来合作。 互补潘孟安也形容黄伟哲非常朴实,潘表示,黄伟哲的学经历是不可多得的人才,更是模范公务员,相当简朴,认真。 潘孟安说,他上任时就与台南市长赖清德,高雄市长陈菊,在农产品行销,套装油城及河川环境防治等方面有不少合作,未来希望与黄市长及高雄陈奇迈市长扩大合作面向,让区域共同治理展现成果。 面对现场媒体追问黄伟哲现在就来请议会不会太早。 黄回应,希望在立院休会期可以到各地吸收经验,他也强调,这次败会是为了产业,未来的发展与和老朋友相聚,希望把选举味道降到最低。